不过他在玉京的时候 确实和太子殿下走得比较近 这样啊 你干嘛又来找我呀 昨儿你不是还放花灯了吗 怎么红鹿四青这么闲的 这不是线下人都没来吗 那我一有时间就来找你待会儿啊 那也大可不必来找我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救了你 我爹还被人弹劾了呢 我们现在可是出生入死的好姐妹 而且你还救了我 那我多感谢感谢你 也是理所应当嘛 是是是 我爹被弹劾 那是他活该 我的家米好姐姐 我这次来可是给你带了礼物的 我不想吃牛肉干了 我牙都快割掉了 不是牛肉干 你看 喜欢吗 这个呀 可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整个玉京就这一个 是吗 这 无功不受禄 我又没真的救你 这不太合适吧 我知道你喜欢呀 送给你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 你上次不是还让你们家婢女 拿着假葫芦上我这儿来兑换吗 而且啊 这个可是照着你的长相做的 你要是不接受的话 那我丢了 你说吧 看在这个娃娃的份上 我勉强帮你一次 哎呀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你点小事 你自小在玉京长大 又是皇亲国戚 那你知不知道 太子殿下 和哪家女子走得近啊 太子殿下 和女人 不就是你吗 我说的是 那种走得近 哪种走得近 就是你和鹰王的那种走得近 我和鹰王 走什么近啊 你再变派我走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不说你了 不说你了 我们再说回太子殿下 那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太子殿下 有什么心仪的女子 不还是你嘛 你和太子殿下不是 美母传情 暗送秋波 暗渡陈仓 狼狈为奸 我们都知道 你们还在城门口那个 这样了呢 哎呀 嘉敏姐姐 你怎么还这般才华横溢 你居然会说这么多漂亮的字啊 早了 我怎么一时间说漏嘴了 不会被杀人灭口吧 那除了我 有没有哪家女子 和殿下有什么关联呀 不就还是你嘛 哎呀 我都说了 除了我了嘛 哎呀 你再想想 那 那 还有什么特征啊 兴许是要长得漂亮 然后知书达理 知书达理 还要就是那种让人一见 就会念念不忘的 哦 对了 一定要身体娇弱 而且 要阴病芳华早逝的 像你一样娇弱 可能 比我还得娇弱一点 我想想啊 月经这两年 确实有女儿嫁芳华早逝 但是论容貌和娇弱 都不及你 哦 有一个人 特征和你特别像 她不是玉京人士 她是乐阳长公主 和谢驸马的长女谢禅 谢禅吧 长得挺漂亮的 也挺知书达理的 就是从小身体不太好 离不开药 两年前就去了 那还真是挺可惜的 那她来过玉京吗 她当然来过了 乐阳长公主 每年都带她们来玉京 住上两个月呢 她好像就是 在玉京发病的 当时所有的太医都来了 也没能救活 不过 她在玉京的时候 确实和太子殿下 走得比较近 这样啊 知道了 难道这个谢禅 就是太子殿下念念不忘之人 小姐 该洗漱就寝了 你怎么突然开始练字呀 我今日看书上说 练字最适宜修身养性了 可以锻炼出我并美人的气质 你看 写得怎么样 这个字确实很符合你的气质 小姐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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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本事 不仅编小动物 还编小故事呢 那又怎么样 她都有喜欢的人了 喜欢的人 小姐 什么喜欢的人啊 是太子殿下 走 大将军花应庭 魏明月 拜见太子殿下 喜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 喜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 得胜回朝 得胜回朝 女儿 你看 你看 都在那 别把沙子擀在 好看吗 好看 来 女儿 爹 好好好 二哥 你们快尝尝 有没有清寒粥的味道 尝尝 这些 都是你做的 当然了 福婧儿真厉害 厉不厉害 不愧是我小妹 爹 娘 二哥 你们赶快回房间 修正一下 一会儿啊 我带你们去 四方街逛逛 那可有意思了 好 爹 四方街 四方街我也想 等等等 好啊 这些先不及 你是不是 又惹是生非了 娘 我没有 没有 爹 你看看娘呀 夫人 刚回来 咱先不说这个 给你自己删 将军 夫人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饭菜好了 夫人 赶紧吃饭 吃饭了 咱们吃饭 饿了饿了